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白宫的崛起史 其实就是一出白宫的后宫拳斗史 如果不是因为前期一大批人物在拳斗中落败 蓬佩奥也不可能这么顺利爬到今天的国务卿 并有机会惦记着2024年美国总统的大威 特朗普在他上任的前两年半 根据NBC的统计 白宫65个重要岗位51个换过人 其中16个岗位至少换过两个人 其一届任职内离职的内阁成员比任何一位总统都多 这份长长的名单包括 美国总检察官沙利 国家安全顾问弗林 纽约检察官普雷特 FBI局长科米 卫生部长普莱斯 代理司法部长耶茨 希克斯 班农 白宫秘书波特 CIA前局长布伦南 国防部长马蒂斯 国务卿蒂勒森 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 迈克马斯特 以及他的继任者 博尔顿等等等等 事出反常 必有妖 在特朗普疯狂吵人的背后 是美国政治内部势力的第一次 大断层的开始 是美国大分裂的起点 是特朗普力挽狂澜 猛击政敌的消耗战 因为中间权斗的过程实在太凌乱 细节太繁杂 所以我必须先将结论告知大家 以免大家在后面阅读中越看越懵 2016年大选 特朗普是险胜希拉里 但就算希拉里获胜 特朗普这样的人 也迟早冒出来 被普通白人阶层选上去 因为本质上 美国走到了一个 人种结构的十字路口了 美国白人在全国人口占比的减少 是美国社会这些年 产生巨大变化与动荡的重要根源 美国国内白人在1920年时占90% 这个数字一直保持到1950年 从此开始走下坡 到今天白人占比约60% 到2019年12月时 35岁以内的年轻人 白人占比50%多 未成年人中 白人只占40%多了 因为美国白人越来越少 国内圣母越来越多 常常口吐莲花 要照顾拉丁裔和黑人 白人利益受到了损害 尤其是保守州 本来因为全球化 工作机会就在减少 现在还会被更廉价的 外来人口抢走 眼见没了活路 白人保守阶层 开始了一波反弹 特朗普上台后 要保障这些 以工人为主的 白人阶层的利益 就要专注于 国内的经济建设 他对在国外 无休无止的扩张和战争 感到厌倦 他要收缩美国战略 防止其他种族 再深入美国 避免美国拉丁化 将精力留在建设国内上 而美国这个国家 已经形成了 全球霸权系统 很多公司和利益集团 趴在全球霸权系统上吸血 已经习惯从中获得财富 特朗普一收缩 就会动他们的利益 因此双方展开了激烈的权斗 特朗普看起来 五大三粗 其实粗中游戏 又十分降猛 四年时间 整体上扳回了劣势 将扩张派一一打退 掌握了白宫的主动权 其实白宫展开的是 回撤美国本土VS 维持全球霸权的内斗 解释一下 为什么有些人 有些公司要维持全球霸权 大家就懂了 我们拿前美国国务卿 蒂勒森举例 他1975年 从德克萨斯大学毕业后 就去埃克森美孚 做了工程师 在公司里 勤勤恳恳奋斗了31年 才爬到公司董事会主席兼CEO 在这家石油公司干了一辈子 2017年去华盛顿 做国务卿前 只有四个月就要退休了 退休后 他可以拿到1.8亿美元的退休福利 个人总财产将达到3亿美元 他还在德克萨斯 拥有两个木马厂和木牛厂 养着无数骏马 可以说后面的人生 就是享受生活了 天天气马打猎 怎么爽怎么来 虽然他很不想去做什么 贵国务卿 这肯定是门 吃不好睡不好的苦差事 一把年纪了何必呢 但公司需要他去盯着 那个特朗普 不要搞出什么妖蛾子来 他也只好 硬着头皮上了 出任国务卿时 蒂勒森接受媒体采访说 是出于对国家的忠诚 才上任 其实不是 他就是代表 埃克森美孚利益去的白宫 埃克森美孚 就是典型的在 全球霸群中获利的公司 蒂勒森亲口说过一个故事 也门政府需要 埃克森美孚的石油技术 他们希望跟 埃克森美孚签订 开发邮警的合同 埃克森美孚对这个项目 当时还没拍板 为此 也门高官在跟蒂勒森沟通时 悄悄递过去一张名片 名片背面 写着一家瑞士银行的账号 官员跟他说 这个账号里有五百万美元 蒂勒森把名片推了回去 因为区区五百万美元 他根本看不上 大家知道 也门是一个非常小的国家 这样的国家 在跟埃克森美孚做生意时 为了贿赂CEO 都出价五百万美元 其他国家可想而知呢 1990年代初 埃克森美孚就跟 俄罗斯石油公司合作 这是一家超级国企 前身就是大寡头尤克斯 后来被普京给收归国有 并和埃克森美孚签了份 几十亿美元的合同 共同开发东部 萨哈领导 塞格林埃兰的外的天然气田 蒂勒森那时 就主要负责俄罗斯 以及离海业务 从此跟俄罗斯政坛 混得烂熟 2006年 全球油气价格大涨 俄罗斯政府 为了赚更多银子 开始想办法搞外国投资方 让俄罗斯国有天然气股份 有限公司 从荷兰撬牌公司手里 拿到萨哈领导 另一个项目一半的股权 使翘牌损失几十亿美金 当俄罗斯天然气 对埃克森美孚也动手动脚时 埃克森美孚寸步不让 并占着美国的强盛国力 顶住了俄国人的进攻 就是在这次拉锯战中 蒂勒森结识了俄罗斯石油公司 未来的总裁 谢钦 我曾在8月16日的 《知识星球》里 介绍过普京的心腹 吉姆秦科 罗腾伯格 科瓦尔丘克 科尔滨等人 普京是通过这些 一起玩到大的发小 掌控大部分的国家财富 谢钦1960年出生 早些年在苏联干过特工 也是普京的心腹之一 两人同属于圣彼得宝派 1991年就在一起共事 在政坛上 谢钦一直是普京的贴身要员 在总统办公厅混了多年 2008年升到副总理 2012年去打理俄罗斯石油 勒蒂森跟谢钦很是聊得来 当时住的别墅又刚好在一块 感情熟络 就通过谢钦结识了普京 俄罗斯至今靠卖油器为生 但开采复杂地质地区的油器 需要先进技术 这种技术又在欧美公司手里 迪勒森代表的埃克森美孚 和普京一拍即合 迪勒森没有从政前 跟普京已经关系密切 有人拍到过 两人在Percy餐厅 一起吃过鱼子酱 通过这层关系 2011年埃克森美孚 拿下北极喀拉海 勘探石油协议 2013年普京还亲自 为勒蒂森颁发过 俄罗斯有意勋章 埃克森美孚和普京 长期保持着秘密的利益往来 不仅仅是野门和俄罗斯 埃克森美孚的生意遍布全球 他们需要进行大量控场交易 在伊拉克2013年 埃克森美孚 同库尔德人达成协议 将在他们84万英亩的土地上 勘探石油 库尔德人的故事里 我们介绍过 在伊拉克的库尔德人 日子过得很好 裁员滚滚 因为他们控制了石油 不过石油技术 还得靠埃克森美孚 伊拉克时任总理 马利基跑到华盛顿 表示强烈抗议 双方在威拉德酒店 进行会议沟通 马利基威胁 蒂勒森 如果继续同库尔德人做生意 就要取消埃克森美孚 在伊拉克的两项钻探项目 并说埃克森美孚 是在分裂伊拉克 破坏伊拉克宪法 但这两个钻探项目 同库尔德人产油区的项目 比起来利润太低 你们家宪法这几个钱 蒂勒森不为所动 还是选择了跟库尔德人合作 因为伊拉克领土上 驻扎着美军 马利基拿埃克森美孚 一点办法都没有 眼睁睁看着外国石油公司 和分裂国家的势力 做起了商议 若国无外交 何年何月都不会变 在赤道几内亚 为了拿到该国的石油开采权 埃克森美孚就一直贿赂 当地独裁者奥比昂 美国参议院2002年 调查华盛顿的 里格斯银行时就发现 埃克森美孚通过这家银行 在悄悄给奥比昂打钱 埃克森美孚通常会把钱 打到奥比昂的离岸银行账户 或者打给奥比昂控制的一项基金 后面发生的事情 就直接牵扯到 蒂勒森为什么要出任国务卿了 主要是因为1504号法规 因为发现埃克森美孚 在跟奥比昂搞灰色操作 参议院起草了一项法案 要求美国的能源公司 披露 想外国政府支付的一切款项 甚至因此还要披露 在国内的支付情况 比如纳税什么的 因为埃克森美孚强烈反对 和其他能源公司 一起发起了游说活动 这件事情搞了好多年 也没真的搞起来 到了2010年金融危机爆发后 Dr. Frank法案要求出台 新的1504号规则的内容 要求对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改革 这件事本来也不是冲着 埃克森美孚去的 但间接会迫使埃克森美孚 将国内国外的灰色交易 全部暴露出来 给俄罗斯某某某送过钱啦 收过也门某某某的钱啦之类 全天下就都知道了 蒂勒森急得亲自去国会山 找相关参议员游说 但是对方不听他的 急得蒂勒森发了很大的火 这个法案本来是应该在 2017年1月1日生效的 特朗普刚好是 2017年1月20日上任 共和党马上提出 要废除部分法规 其中就包括1504 2月1日 埃克森美孚的说客 前往国会山城秦 众议院参议院很快投票 废除1504法规 投票一小时后 蒂勒森就被认名为 美国国务卿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